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動引進 都照顧我們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任務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瞭解到這一期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再進一步關注的議題了 我們在看這個事件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而且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Podcast 頻道 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來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我們也很歡迎大家來捐款 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的經費來自於公眾的支持 這樣才能夠保持我們的節目 能夠完全的獨立自主 我想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或者人家看公庫的報導 常常會看到 台灣出現土地徵收的問題 包括特別是像 屏東桃園 或者是我們看到在台灣有很多地方 這個土地徵收其實常常是跟 鐵路的高價化或是地下化 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在台灣有很多地方在做 這個高價化 地下化 仿佛這個鐵路的立體化 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象徵 但是事實上 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那如果真的要做這些事情的話 台灣有這個條件嗎 或是他需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才能夠好好的把這樣的一個 鐵路的高價化或立體化做好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就非常開心的 邀請到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的教授 張盛雄 張老師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張老師你好 大家好 其實張老師其實我們已經認識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包括我們之前在 銘雄在做這個護術運動 或者是更早之前 對張老師比較早了解是在大埔世界 你跟你那個大的彎道 哇 那個其實解開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那這也是一個做一個交通運輸專業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要提供一些 適當的一個解釋的 這個科學上面解釋 或者在專業上面的解釋 那我們今天談這個所謂的高價化 或是所謂的立體化的問題 我想要請教 先請教張老師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高價化跟立體化 他會變成是一個在台灣的一個潮流 甚至在台灣在城市發展的時候 很多人在選舉都會想說啊 我要把這個高價化立體化 我要讓這個台灣的速度更快 他似乎有個想像 就是好像這個交通改變之後 這個城市就會發展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 這個想法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台灣最早的一個立體化的工程 就是從台北鐵路地下化開始 所以這個應該回收到 這是我們最近在看那個天橋上的魔術師 中華商場 所以如果是四五年級生的話 他大概應該去中華商場過 那早期台北這個台鐵火車進到台北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會進到中華商場 經過中華商場 對那個大灣嘛對不對 那大概在那1.2公里的一個長度裡面 會經歷了七八個這個平潮道 所以每一次列車一進來的時候 就會造成西門町那邊的交通的一個大亂的運載 總統府啊國航部啊等等重要的一些行政機關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就想說那怎麼樣去改善那個地方 一開始是做單行道 所以你會看西門町那個附近有很多的單行道 開封街啊什麼的 對對對 常見的開封街都是單行道 單行道系統做完了以後 還沒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後來就開始想說那這個鐵路 是不是需要把它立體 把它立體 那為什麼不考慮到公路的立體 因為它接鋪的長度太短 所以做公路的立體 那個時候是有點困難 哦對你看看香港很多都是公路的立體 對對我們其實很多 臺灣的都市很多也是公路高架橋 但是在西門町那個地方 它的這個路的接鋪比較短 所以它很難做公路的立體 所以就會想到做這個 其他的一個方案 那當時提出來的幾種方案 包括高藝術有提過說 從環河北路走外環再進來 那麼也有人提出高架的方案 那時候因為其實政府的財政並不是那麼好 所以對於要做什麼樣的方案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爭辯 但是後來在中美斷交之後 在1979年的時候 蔣經國就下令說 那我們就要做地下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國防的因素 不希望 但是其實說實在的 地下反而是比較危險 比較 就國防來講比較不好的 你高架你被炸了以後 你其實馬上可以修理 但是地下的其實是反而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當時的 這個決策就是這樣子 強人先做了決策以後 然後後面才規劃 所以很吊詭的是 1979年合定了以後 1980年他才從 這個德國請了一些顧問公司 來開始做這個 所以先決定 然後專業才進來評估 那時候其實大部分 威權的政府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好那開始做了以後 從1979年 1980年開始規劃 歷經了大概十年 就把這一個 從萬華到華山這一段先地下 那接著這一群人呢 因為沒事 他們就想說 那應該繼續在延長 所以又做了松山 松山做完以後 再接萬板 從萬華街到板橋 那做一段一段的 又一段一段的一直做一直做 歷經了30年 從板橋到 南港 就這一段全部的地下化 大概做了30年 但是這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有一個背景是來自於 這個威權政府 然後他考慮到國防需要 另外一部分 當然是你一開始講的 跟當地的交通狀況是有關係 可是其實每個城市都不太一樣 但是每個城市都會期待說 我要做高架化 我要做立體化 或是我要做捷運 怎麼樣從一個台北的 這個比較特別 或是一個首都的 這種軍事的需要 或是這個交通的需要 而慢慢的擴展到 好像每個城市都覺得 這是很重要的事 那這個就是我們自己 很多的城市 其實對於自己的強項 其實沒有很 這個很有信心 那台北那時候 除了鐵路地下化之後 他其實在民國75年 80 75年也開始了 那個捷運的一個建設 那所以後來捷運建設完了以後 台北曾有一些這個 這個改變 那因為這兩件事同時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就認為說 因為鐵路地下化 所以造成了台北今日的一個繁榮 所以台北既然有 那我們這個都市為什麼不能有 所以每個地方也 要求說我們也要地下化 另外一個是說我們的這個政治的體制 這種地下化或者是高價立體化的工程 是由中央政府在出錢 所以不要白不要 他還是希望說 啊這個你中央來幫我做 所以在別人要 別人有 我也應該有這樣一個狀態了 就開始了很多都市就要求 那當時在要求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背景的因素 就是台鐵的捷運化 那台鐵捷運 為什麼台鐵捷運化是他的一個因素呢 那時候很多都市也就 請起所要求我也要捷運 但是中央政府其實沒有太多的錢 所以他為了要回避這個 疏解這個地方政府要 求捷運的這種壓力 所以說我就台鐵捷運化 我要把台鐵捷運化 每一站很多站都停 對我透過這個增加通勤站 然後增加一些班次 來變成台鐵的這個捷運化 那麼另外也可以讓這個台鐵呢 在高鐵進來以後做適當的一個轉型 對 所以這個是當時對於台鐵捷運化的一個 一個背景 一個背景 就是說希望透過這個捷運化呢 讓台鐵走出新的一個方向 也紓解地方政府在要求捷運的這樣壓力 那這個捷運化 當然就是會有很多的班次產生 那這個班次就會 造成都市裡面比較多的交通的用餐 因為每次評價都放下來 所以常常在捷運化的過程 他就會要求要立體化 立體化 但是立體化就是你就看 開始看他的成本 其實平面的時候 可能沒有太多成本 到立體化每公里可能要15到21 那高地下化的話 每公里可能要到六七十一 對更高 所以其實他是有一個 一個環環相構的過程 但是我們好像要解決一個問題 結果發現另外一個問題有產生 然後我們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當然從一個國家的政策 有他的背景以及 他可能要去解決某些台鐵的 這些原來存在的問題 不過對於地方政府來講 除了你剛剛談到說 不做白不做 或者是 這個一個 反正這個經費 我也不需要負擔太多 那但是他有個想像就是 交通建設 他會去影響到 這個所謂的都市發展 那鐵路的高價化 或是立體化來講 他可以讓這個都市會變得更好 例如說最簡單的說法是都市縫紅 然後前站跟後站之間 就變成是 不然常常很多地方 後站就是感覺是比較荒涼啊 落後啊 或者是會覺得說 他會提高運量 或者是會減少這個交通事故 因為這個 這個交通的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有高價化也好 立體化也好 我們就不用等平交道吧 然後可以減少交通事故 也比較不會有人被火車撞到 那在現實上面真的是如神 因為我想很多地方政府 在告訴大家的時候 他都是從這個角度 來告訴我們說 這個鐵路高價化或地下化 他到底可以給我們多大的好處 很多人在談鐵路立體化 或者高價立體化的時候 最常講的就是所謂的 都市的縫合 到底有沒有都市縫合這件事情 其實 你說前站後站的發展上面的差異 的確是存在的 那這通常跟他車站的設計有關 過去因為工程上面的 這個技術比較不那麼強 所以車站通常是設置在這個路線的一側 所以會造成在路線的一側 車站有車站的這一側呢 他發展會比較好 比較好 那另外一側呢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弱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鐵路在營運 他通常會有一個前客後貨 就是一邊是客運一邊是貨運 所以你看台北也是一樣 前面前站的時候 他其實有很多的客運 對 後站為什麼在華英街長安西路那邊 會有很多的批發 對 就是早期的貨運的 就是從後站出來 所以那邊有很多的批發 對 就是形成的那邊 沒錯 所以就一個鐵路的發展來講 他的兩邊會有不同的 這個發展的形態 其實是非常自然的 那當你說有這個縫合的 這樣一個概念的時候 其實隱含的裡面 的一個概念就是 這個鐵路是一個 0B的一個設施 是大家都不想要的 所以認為說 因為這個鐵路 所以造成了分隔 那你為什麼不說公路 也造成分隔呢 公路其實也切割了兩邊 即便在一個公路裡面 他左右兩側 其實還是有不同的 你說有沒有 鐵路是不是造成都市的風和 其實現在Google 很方便 你就用Google Earth 你可以去看到 很多國外到底有沒有 這個現象存在 你可以去看東京 可以看京都 可以看大阪 可以看柏林 很多的都市 他們的區域鐵路 從來不會埋到下面去 雖然有一些可能會有高價 在一些比較大的地方 可能會有一些高價 是不免的 但是基本上 他們維持在地面上 但是對他們講 都市縫合會不會是一個問題 或者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應該這樣講說 每個城市 他本來就有不同的區域發展 就是他不會是要縫合 可能不是只有前站 後站必須要縫合 而是在不同的區域 難道要把它變成是完全一模一樣嗎 好像也很困難嗎 很困難 真正說能夠把兩邊變成一模一樣的 就只有地下化 你才可能說 你即使做了高價 其實兩邊還是不一樣 嗯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做 都不可能做到兩邊是一樣的 而且一個都市也不是這樣的發展 每一個都市裡面 它有各種不同的功能 自然又不同 有商業區 有工業區 有輕工業區 有住宅區 它自然發展上面就會不同 在台灣已經有些城市 已經是高價化 或者是在做地下化 就是所謂立體化 他們有解決 剛剛談到的都市縫合的問題嗎 他們的這個 當這個火車站的前後之間 或者是前面跟後面的 這種經濟的發展 有因此而變得不一樣嗎 在我自己的觀察我只沒有 就像之前我們在審查這個台中的時候 我就特別去台中 豐延園林去走了一趟 那麼這些地方呢 都已經經過了高價化 都已經高價 但是你可以去看到說 當我們把很多的經費發在 這個路線 很多的土木的建設 把它變成是一個高價化 其實它我們卻忽略了一個最重要 就是車站 所以人家 日本 德國 或者很多鐵路先進的國家 他們把很多的經費 放在這個車站的一個發展 但是我們去台中看 雖然 這個路線都是高價的 但是車站裡面依然擁擠 很多的設施 服務的設施都是不足的 到豐延去 那你也是一樣 這個車站裡面其實是非常狹窄的 光有很大的一個量體 很大量體的一個 一個車站 但是服務的功能不好 付車站外的人型的設施也不好 那我們對於整個高價橋下面的一個使用 其實想像也是非常的平凡 平凡 你去日本看 去德國看 他們都有在高價橋下面 都有可以很多的 這個多元的一個服務的設施 或者是倉庫 或者是餐廳 或者是一些油氣的一些活動等等 但是我們在裡面在台灣呢 就是只有停車場 停車場以外還是停車場 但是 有時候是有單車道啦 或是單車道 球場 對 但是這個停車場 因為他的這個需求 這個里印的需求其實不高 其實也停不滿 那你花了那麼多的錢 卻不能夠達到改善都市 我就說我們去花豐延去園林看 他的路邊的停車依然如此 行程仍然沒有這個 這個步行的一個空間 沒有走路的一個空間 也就是說 不是一個暫體的問題 不是那個線的問題 而是整體城市規劃 有沒有一起來做思考 是 那而且鐵路大家都忽略了 鐵路的這個營運 其實是在車站 鐵路的發展 其實是從車站 輻射出去的 所以你應該把比較多的資源 放在鐵路的車站開發上面 那當然現在很多 你看板橋車站 看松山車站 他們開始就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存在了 但是其他的都市 其實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其實 光是做好一個車站 或是高價化地下化 其實是不足以 這個 對於一部分 要考慮到每個城市的特性的不同 一部分就是 他不是說我們今天做了一條路 這個地方就會大發展 這個好像沒有很大的必然的關係 在國外我們也看到 很多一線的城市 他們也是這個 在地面上面也沒有存在的 這種所謂好發展不好的問題 不過在台灣還在討論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 可能有會一個常常會去爭議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交通 例如說 以南鐵的這個地下化為例 就是這些住戶 你不趕快把我被拆掉 所以呢我們每一次到青年路到哪裡 我們都塞很久啊 然後這個交通的用塞 對或是黃韋哲市長也提了很多 這個鐵路的沿線有多少的車禍 那這個難道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再來請教張老師這個問題 鐵路高架化到底符不符合地方需要 有參與審議的淡大運輸系教授 張盛雄發起聯署 只依85公里長的工程 經費超過2000億 是無意義的工程 應全面停止審議並重新檢討 不過也有讀記專家看法不同 提到局則回應高架化是既定政策目標 台中鐵路高架化後地下道一處處填平 而在台中海線的沙路區 交通部也在研議高架化路線 當地民眾認為全線高架好像沒必要 但有部分路段確實是瓶頸 而且十分期待高架化後帶動了經濟效益 高架是針對是武器過來這邊 殺路過去那邊畢竟比較少 因為這邊的購物中心大部分都在殺路 台啟在各地的高架化到底需不需要 但將大學運管系副教授張盛雄建言 重啟鐵路立體化政策影響評估 並暫停現由鐵路立體化審議作業 尋找改善評價到周邊環境的合理替代方案 並開放可行性計畫的研究報告與審查會議記錄 張盛雄表示 他不是全面性反對高架化 而是解決都市連結 高架化並非唯一手段 建議比較國際大都市做法 從制度缺失去解決問題 但這樣的見解 都市計畫學者認為 只是從運輸的角度 沒有兼顧到都市的整體發展 台鐵高架化的價值性 參與審議的淡江大學運管系副教授 透過公開訴求 希望能引出專業討論 他以國家財政角度出發 呼籲各界集思廣益 不要再讓無效工程繼續下去 記者 紅熊賴世傑 台中報導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節目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的教授 張聖雄 張老師 張老師你好 你好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節目當中有提到 就是高價化 當然每個城市的狀態不同 那對於國家的經費的溢注其實也很高 那但是其實還是有可能會有些人期待 例如說都市縫合 但是你剛剛提到的 在現實的狀況 他未必真的能夠縫合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 也是大家很關心的就是交通 這交通包括兩個 一個就是都市的擁塞 因為我們看到平交道 這柵欄下來 他其實常常就會造成擁塞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車禍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在談鐵路 南鐵東移這件事情 黃偉哲市長 他其實就舉得到過去這一二十年來 或更長的時間 台南的交通事故 特別是平交道事故是很多的 當然這個數字本身是有一些疑慮 但是的確有很多人會有這樣一個想法 那還有一種想法就是說 那至少我們開始都市縫合之後 或者是我們這裡交通變得更好之後 整個地方的發展會更好 這發展當然可能會有 別人會有工廠的進駐啊 商家進駐啊 另外一個是整個房價會提高 那的確是這樣子的嗎 從時政量的結果來平常 其實很多事情是這樣子 你想像是會這樣 但實際上不太會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剛剛說到交通的擁塞的問題 平交道擁塞當然可能藉由立體化 可能平交道的擁塞是沒有的 但是他因為在平交道那個立體化下面 他常常是用公路的形式 繼續在維持 所以原來的平交道不見了 現在變成是一般的路口 所以到底有沒有減少擁塞 其實不盡然 那你要解決平交道上面的擁塞 其實還有很多種的方法 包括像把台鐵路的 台鐵的這個車輛 他的性能提高 性能提高 他加減速如果提高的時候 他通過平交道的時間就會縮短 或者是說他的控制的方式 一些改變的時候都可以減少 在車站附近的平交道的問題 現在通常比較會詬病的就是 在車站附近的這個平交道 往往會有比較高的一個擁塞 那這個擁塞其實還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解決 那一個是把平交道 他現在有擁塞雖然不見了 但是他會變成是一個路口的 這個紅綠燈的一個擁塞的景點 那其實我舉一個例子 在台中的那個高架 他們模擬出來的結果 他在立體化之後 他的入口的研制的時間 比平交道的研制時間還要長 所以是超乎你原來的想像 那變成是入口的時候 你覺得入口的車禍比較多 還是平交道的車禍比較多 入口吧 因為如果有說那個變數比較多 平交道至少他還可以有一些控制 過去的事故的資料來看 入口的事故是遠遠大於平交道的一個事故 遠遠大於平交道事故 而且平交道事故往往是可以避免 因為他還有很多的柵欄等等的一個設施 那你剛剛也提到說 那我們是不是會因為這個立體化以後 會造成房價漲的提升 是沒有真正的研究 我自己曾經去用台北市的這個 這個地價的一個調整 來看看說那個鐵路立體化之後 到底對於鐵路兩側的房價的影響 到底是怎麼樣 你可以發覺說原來 在房價比較高的地方 他漲的比較多 反而原來 房價低的就是鐵路的原線 並沒有因為這個鐵路立體化之後 而漲的比較多 也就是說鐵路立體化以後 並沒有讓這個房價的漲幅 比其他地方來的高 但是就是那個淡黃區 對 其他就沒有 嗯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其實現在你去看每一個地方的房價 那其實都是都上漲的 但是別的地方的漲幅其實還是比較高 鐵路沿線並不會因為說 它現在立體化以後就變得比較多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 剛剛講說從這個四敏大道 四敏大道就是原來的台鐵 地下化的一個結果 你去看它從華山啊到什麼 北科大啊或者到復興到這個 這個松山那邊 其實在前一段其實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差別 很多人會認為說 那個中校復興啊中校東華那邊 很熱鬧啊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 那個並不是因為鐵路立體化 而是捷運所帶來的一個 一個外衣的效果 再加上那個地方原來有一些 原來的青工野區 像那個黑松的汽水廠等等 它經由工業區變成商業區之後 所以帶動了那個地方的一個發展 不純然是鐵路 立體化所造的影響 也就是說這個可能是整個城市在漲價 但是在這個立體化的區域當中 它並不會特別的顯著 它比例也不見得是特別的高 那即使你要高的話 可能還是別的原因 例如說可能是捷運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所謂的設施 或者是經濟的這種因素所造成的 對但是大家很多人 其實問題是很複雜 會有很多因素影響 但是大家希望常常把它簡化成 是某一個因素所造成的影響 因為畢竟這個是一個比較大 而立即可見的 就是說你現在鐵路不見了 原來是有一個鐵路 現在鐵路不見 所以它會認為說這個鐵路 但是如果你把它做一些 科學化的一個研究的話 不竟然是 不過這可能是在政治上面的 某種必須會發生的一種狀況 例如說 大家都希望我們的經濟是更好 我們生活變得更好 那怎麼更好呢 你在選舉的時候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產業分析 然後跟他講說 我要蓋這個 我要蓋那個 還不如說我蓋了一條路會變得更好 這會不會是在跟整個的 臺灣的政治文化 是有很大的觀念 其實就是因為政治文化 我們對於所謂的生活 是有某種的想像跟期待 而我們的政治文化上面 就也告訴我們 我們的候選人也告訴我們說 我只要用這個萬鈴彈 要下去之後就可以解決 那相關的理性的分析 科學的分析或是實證的分析 反而是比較少的 那到底會不會這樣子成功 也沒有人知道 可是我們就會相信 我們就會相信 這個是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社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或者說很多的專業的想法 不會被接受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就舉桃園的這個例子來看好了 桃園當時已經本來是要做高價的 高價政府已經 亦據投入300多億要做這個桃園的一個鐵路的一個高價 但是在做的過程 其實當然會碰到一些土地徵收的一些問題 在中立那個地方 那時候的這個鄭市長候選人 那時候候選人鄭文翔市長候選人 他就提說要把這個桃園鐵路變成地下化 那他後來也當選了 那就要履行他這樣的一個政策的一個 政治的一個承諾 所以他就從高價就開始 提出這個要把它變成地下 歷經了一兩年的可行 一年多的一個可行性的研究 通過了 再經過了三年 做了綜合規劃 通過了四年 照行政院核定可能要五年 預計再經過十年 才能夠建設完成 他的一個決定 讓桃園就延誤了十五年 十五年 那我常常在笑說 如果他當時沒有做這個決定 政事長在第一任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就已經剪裁了 結果他現在即使卸任以後 仍然看不到第11號 那這是不是他的錯 我也不見得 我也不完全是這麼認為 就是說當一個候選人 他其實在競選的時候 沒有太多的資源 所以他其實對於這個政策 到底會造成多大的一個影響 他的利弊得失 其實他沒有太多的想像 很多政治人物 其實對於專業的事物 其實沒有太多的想像 他能夠想的只是別的縣市有 那但是別的縣市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符合 我們這個縣市的情況 別的縣市可以操作的 是不是我這個縣市是適合的 大家其實沒有太多的資源 去做這樣一個分析 那麼等到他選舉上來以後 他必須履行他的一個政治承諾的時候 那就大家這個社會 就要為此付出了一些代價出來 這個其實也包括他的對手 也不會去質疑說你要做這件事情 他你的財政的支撐是什麼 民眾可能也沒有能力去質疑 能力都一直加碼 因為他們就是一樣的 用加碼的方式在進行選舉嘛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那專業者呢 就是專業者在裡頭 我們知道很多的 不管是這個候選人也好 或者是直接的這個已經當選的政治人物 他還是會去請教 可能包括您在內的 這樣的一個專家 我不知道你們的這個意見 看起來你跟這個主流的價值的 對所謂的交通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可是說實在你也曾經進入過這個所謂的 地下啊這個所謂的立體化的 像桃園的這個所謂的審查委員會嗎 可是你辭職了 為什麼你要辭職 而且你辭職其實還引起了不少的討論 我想是這樣子啊 我當時辭職其實是有 我覺得我有一個 兩個原因啊 第一個原因是說 我覺得我真的愧對我自己當審查委員那個指手 我審桃園的從高價變成地下的可群性研究 是我當時進到那個委員會 第一個審的案子 那我當然還比較生疏 對於整個審查作業的秩序 我還覺得比較生疏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說可群性應該後面 還可能會有一些方案的機會 或者是什麼 那我就讓他通過了 沒有錯太多的一個堅持 但是等到這兩三年的一個運作的時候 到後來他提出了一個綜合規劃 果不其然從300億變成是1000多億 那這個後面的公期 可能還要在10年的一個公期 那我覺得當時做了三年前做了一個決定 就會讓他這樣一直走下去 我覺得對我自己的專業 其實是不太能夠交代 我自己的的專業不太能夠交代 雖然有人認為說 是我對不起討厭四名 哈哈哈哈 但是我是對我自己的專業 我覺得不能夠交代 我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覺得經過那幾年的一個 的奮戰 那我覺得說即便你再做一些堅持 我當然同意說這個一個委員會裡面 其實一定會有多元的意見 不同的意見多元的聲音 我也不認為說我一定是對的 不對的 但是如果說我去號召了很多的專業者 所有學校的老師都這麼認為 所有的專業者都這麼認為的話 我可以在短短一個月裡面號召1000多個專業者 1000多個專業者 那難道這個聲音不應該被聽見嗎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個體制下面 我其實沒有太多可以 發揮的一地了 所以我就辭了 其實你剛剛談到說 其實有1000多個專業者 其實當時有一個連署嗎 這個連署其實有一個項目就是 請問您是否支持建立公開且 制度化的審議機制 可是我們會覺得在民主程序當中 這個公開制度化的審議程序 是必然的 那可以看到 這個去參與連署的有很多 是大學老師 有所謂們在做都市計畫的 甚至有一些政府的行政的官員 他們絕大多數都支持 那這個東西不是本來就要做的 為什麼還要連署 那這麼多的連署 然後這麼多人表達說公開啊 這個制度化那結果呢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現在在這裡資訊的公開 大概好像只有環保署的這個環境 那也是抗爭出來 對也是抗爭出來的 那一個審查委員 一個審查的制度 第一個是委員 第二個是他的一個程序 第三個是他的一個資訊 那我剛才提過 我不見得是正確的 但是這個資訊應該讓所有的 這個民眾都要能夠有機會 不管他懂不懂 他應該有機會去了解 應該讓民眾了解說 到底我做的這件事情 是對於我們的後代 或者對我們這一代 到底有些什麼樣的影響 那所以我在會議上面 其實做了非常多的表述 我說所有的會議記錄要公開 會議記錄要公開 所有的報告應該要公開 讓很多人其他人 我今天是因為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所以我有機會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些報告 我很努力的在每一次開會裡面 我會看到所有的報告 但是我相信其他的專業者 其實他們應該也要看到這些報告 對 他們現在只是相信我所說的東西 那是這個不僅僅是這樣 他們應該要有機會 所以參與 你要不要參與是一回事 但是你應該讓他有這個參與的一個機會 但是即便是這麼一個 不用講卑微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 基本的 把這些報告 把這些會議記錄公開 交通部也不願意 當然後來我是自己把它公開了 我就自己開了一個 一個平台 就只要你跟我要的 所以記者他們只要看要的話 都可以拿得到這些報告的資料 但是這件是我參加過的報告 我參加過 其實還有很多的委員會 很多這個地方的這些捷運的發展 一個報告 沒有人公開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民主 政治的一個根本嗎 因為我們台灣還是在一個兩黨政治 或是一個監督政治 或是制衡政治 那我們常常是在這種做選擇 這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這也是基本的 可是我們應該要走這樣的是一個 所謂的透明政治 那在台灣其實也有這種所謂資訊公開法 相關的法令 這個政府本來就有義務 要把這些資料去告訴大家 我想說這因為還沒有定案嗎 嗯 他被變成是炒作的一個材料 所以不應該公開 那當然我們會回到一個現實的一個狀況 還是有很多人覺得交通的建設是很重要 當然他可能會涉及到所謂的債留子孫的問題 你剛剛提到 要做這樣一個建設 他會花了很多 很多的這個經費 回到一個最後的一個問題 我想要請教是 假設我們真的要做一個交通建設 我們也希望這個交通建設是跟都市發展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 做為一個政府他應該要考慮什麼 或是做為一個人民在觀看 政府的這個政策決策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樣的觀看的視角 以及我們要什麼東西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印書 印書我們常講印書需求是一個活動的衍生需求 也就是說這個都市的一個活動 他需要能夠順利的進行的時候 需要有一些 這個活動的進行的過程裡面 他會有一些印書的需求 這些印書需求就會用一些印書的設施或者是服務來滿足 那既然 印書是活動的衍生需求的話 這有兩種在規劃上面 一種叫做攻擊導向需求導向需求導向講的是說 我這個活動已經建了開始這個需求已經明顯了 所以我提供一些適當的印書服務 另外一種是說我這個活動其實還沒有 我先做一個印書設施出來 然後他就會創造出這個印書的活動出來 以我過去這40年的專業的經驗裡面來看 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就是說我們先做了比如說高鐵 說會在銀林做了一個新市政在嘉義會開發一些新市政在台南 沙倫會開發 都沒有成功過 可能新竹雖然比較成功 新竹的成功是因為台積電 他也不是因為高鐵在那裡 所以造成 我剛剛講很多都是因為其他的因素 所影響出來的 所以 以我現在來看 從來沒有一個是說因為我做了一個印書的建設 而造成這個都市發展的一個成功 所以如果你要做印書的建設你先把都市的發展 去做好 等到他的成功已經很長明確了 你再來做印書的建設 其實不遲 印書的建設在場也不過就10年 但是土地都市的一個發展 都遠遠超過10年 你看 即便像台的 這個 鐵路 台北這個鐵路地消化 到現在為止 南港還沒有 還沒有變更 很多的地幕工業區的海都還沒有變更 你就會發現說 即便是台北車站你看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一直在變化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都市的發展其實是非常繁慢的 非常久的 印書的建設其實是比較快的 所以你不應該用一個比較快的很早的投入 造成一些勿用 你就等這個都市的發展 到了一種程度的時候我們再投資進去 但是也有人會覺得說 鐵路做好 你這個道路做好 大家就會回來 回來你今天 沒有這些東西大家覺得不方便 大家沒有人要回來工作 到底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這常常就是一種藉口 就是在掩飾說他對於都市發展的無力 他就把所有的事情就怪罪在這個 鐵路的立體化 我這個都市就希望藉由鐵路立體化就可以來 脫胎換股 但是回來要做什麼 對 回來要做什麼 你有辦法你就先把這個地方 的經濟的 活露出來 自然就 會產生 適當的一個因素的建設 而且現在其實也 不是完全都靠這種因素的建設 現在很多的服務其實都不是靠這樣 市長這是一個很基本啦 就是一個城市的發展不是只有靠的一個道路 而是一個整體的規劃 即使在談道路這件事情 也有很多 複雜的科學的理性的 不管是辯論也好或者是規劃也好或者是研究也好 可是常常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這個部分 相對之下 以您的經驗或是我自己的觀察 是很缺乏的 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就是說 你要用一些比較實證的或者是 這個 實際上的一個資料 來解釋 人們物以為是的 這有時候是很困難 這個第一個是你要去做實證 第二個你還要說服 因為他會用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認為說這個是理所當然 鐵路地理化以後 這個 車 車禍就應該要減少 鐵路地理化以後這個旁邊的房價就應該 但是實際上的結果都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們的民主 透明度不夠 我們的民主 科學還是不夠 這其實 你會發現在台灣的民主還有很長很長的一段路 必須要慢慢的去走 必須要克服 今天其實非常謝謝張聖雄老師來 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會拜拜 拜拜